你們坐 輝哥你好 Chris 你好 Cornograph 是一個複雜的功能 即是Cornograph 計時馬表 原來Cornograph 都分兩種 即不是計單的雙的 原來有一種更複雜 叫做追針計時 或是分段計時 即是英文是 英文是Split Split 2nd Split 2nd Cornograph 這些錶 複雜的地方就是 一般的Cornograph 是否有一個道柱輪 是 沒錯 當然 追針計時不太簡單 它有兩個道柱輪 那就合理 因為它計完一個 再有一個 原因是 它是有兩支 大的Cornograph 是 有兩套的 Start Stop 和 Reset 總之很複雜 即是好像 你這樣理解 Cornograph 就是一層Cornograph 是 追針計時 你好像是一個 兩套Cornograph 是 這樣說 你同意嗎 同意 兩個Corno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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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說 沒錯 不過這個是 頭盤 問題就是 為何追針計時 這麼複雜 原因就不是 純粹 有兩支 秒針 即是有兩支Cornograph 而是 這兩支針 它可以互追 不是互追 或者是叫Catch up 是可以追上去 分段計時之後 第一那個可以追上第二 是 這個也是最精彩的地方 當然 當年 設計的時候 即是八幾年前 是有用 分段 或者同時 可以計算兩個物件 是吧 即是有不同用法 現在當然 計算 你可以有很多不同方法 你用電話計算得更好 但是 反而在機械性上 是蠻好看的 尤其是 這些Cornograph 針 追上去 歸零 彈回頭 就是很過癮 反而 兩支針 撞回去 一齊 時 很有 美感 即是兩支針 一齊 搭在一起 是的 輝哥 你可以幫我拿起錶嗎 好 第一 先不教它 首先 看看 可不可以看到 那兩支針 是搭在一起的 輝哥 你可不可以做一個斜位 即近鏡斜位 可不可以 有沒有機會 看得到 那兩支針 是同時搭在一起的 但是當然 你正面看是看不到的 是 遮住了 但是 這些調教是非常準確的 是 你不會偏差有兩支 但是真的有兩支 當然 為了有分別 它 上面那支 是有了一個紅色 是 大家可以 我近鏡一點給大家看看 上面是有紅色 下面是沒有紅色 有兩支針 有兩支 有兩支的 chronograph 是的 輝哥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正面 我講講大概是一款 這支是Omega 是 是一個停產款 Diview Diview就是它的 其實都出了名的 叫做Diview系列 是 這支是舊款 來的 想說一下大概的佈局 其實很簡單 你看字好像很複雜 好像整隻米奇老鼠 是 但是其實它只有一個內計本 就是三點鐘 三點鐘 只有一個 是的 它很特別的 它用了羅馬字 這個 這個交叉就是10 10 20 30 即是計算30分鐘 是的 累計是30分鐘 是的 而秒針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 在9點鐘位置 是的 當然它將兩邊的marking 擺在同一個 即是有些櫃都這樣設計 是 擺在同一個單位 它不夠位 是 擺在180度那裏 即不是兩邊360度 它用長短針 是的 這樣就懂得看 即是用開就知道我講什麼 是的 就是這樣 現在45秒46秒 是 長短針 下面 但是我想再看一個法文 是 因為我很喜歡法文 所以我不懂 是 閃電針叫Fujirante Fujirante 這隻就不是閃電針 這隻叫追針計時 叫Racheponte Racheponte 即是現在的角落 是R字頭的 大家可以看到 已經文字沒有了 是R字頭的 這個就是追針計時的法文 是 Fujirante 是F字頭的 我只懂這兩個 是 其他我不懂 我只是懂一句 是嗎 是嗎 什麼Bonjour那些 不是呀 打老虎那隻 噢 Pierre Casson 噢 噢 噢 不過它的Racheponte 就是Split Second Chronograph 就是用了一個紅色 日力比較特別 你看到它全開了 在十二點 十一點之間 然後有Omega Logo OK 這隻機是特別的 原因就是 它不是 即是它是八系九系之前 是 它是用FP機心 Fragic Piguet機心 嘩 這隻機心很貴 這隻機心的號碼 這個號碼你不會記得 3612 但是呢 3612 我講一個號碼你一定記得 3313 啊 就是十幾年前 全部三針那些 Fragic Piguet的機心 都是 這個Split Second Chronograph 就是Based on 3313 因為3313 就是就這樣Cono 嗯 這個就是3313 再開發去追蹤計時 沒錯 即是再加組一拍的零件 對 待會跟你看看肉 不過呢 現在輝哥你可以 玩玩先 玩玩先 好 輝哥你按一下兩點鐘那個滴 好嗎 好 開始 當你按兩點鐘那個滴 其實兩支針是同步行的 是的 解釋讓它多走一會 是 你就這樣正面看 你是看不到的 因為那兩支針真的搭得很好 我再側側給大家看看 你會看到 大家看到 是嗎 兩支針正在走 是的 兩支針正在走 好 好 好 輝哥你按一下 按一下 正常的Cono 是否有兩個按鈕 嗯 但它這個是三個按鈕 輝哥我現在按一下 好 即是十點鐘那個位 是的 分離了 十點鐘那個位 其實就是分短了 它紅色頭頭的針 就會停在這個位 嗯 但是下面那支會繼續走 繼續走 即是再繼續計 是的 但是怎樣 我經常說 過癮就是追上去 就是當我再按一下 十點鐘那個位 它自動追上去 嗯 是不是 就變回一支 是的 是的 即是好像你剛才講解過給我 很過癮 當你計時的時候 究竟那個 Speed Second 怎樣用呢 其實就是說 好了 譬如 我現在計算賽車 完成了第一圈 我現在停了 它第一圈 完成 這個 如果你這樣按 就全部停了 是的 那要reset reset就按這個 是的 reset歸零 這個就是當是普通的 chronograph的用法 沒錯 即是說 如果你不理它是 Split Second Chronograph 你只遮蓋這個 你當是普通的 chronograph 都可以的 是的 只不過是 兩支針 你玩兩支針 就用了十點的 你忘記十點的 你都是 Start Stop Reset 是一樣的 你當它一支 好 如果我想再試一次 分離的計算方法 好 試一次 現在隨時 你開了之後 就隨時可以分離 隨時按十點的 都可以 分離 好 好 那紅貼的 就停了 即是說 如果我要計算 那個圈速 解釋它很快 很快 快到飛起 就十一秒鐘 就完成了 現在我就 再計算第二個 是的 總之 是挺有趣 是的 這些機械東西 追上去 追上去 那我 先看後面 好嗎 好 機械就是這樣的 比一般的3313 它是高了一層 剛才 我們 先看看蓋子 因為那時候 剛剛轉 就沒有 是Coaxo的初期 所以 現在就不用了 現在都不需要那麼大力 宣傳Coaxo 但是 初初那時候 就怕你不知道 剛剛 所以它寫著Coaxo 所以這隻 就是 早期的作品 是 就告訴你 其實這隻 是用Coaxo的初期 是 還有 留意多一字 就寫著 Double Column View 是的 這裡 剛才也說到 因為這個是 Sprint Second Column Graph Fugirante Racheprante 才有的 輝哥 我們找一下 那兩個Column View 給觀眾看 如果你真的說到 有兩個Column View 好 先近一點 這個 看不看到這個 是的 看到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這個 另外還有一隻 好 再轉 但是要拌一拌 要拌一拌 拌一拌 咦 有沒有 這個 對了 另外看到 原來都做了藍色 拌一拌 又是藍鋼的杜柱麟 是浪琴學它 還是它學浪琴 那一定是它 它是先驅先的浪琴 這隻手機都好看 它不能用Bearing 用一粒螺絲,這是FP的色力櫃 層次感多了一層 一定比一般普通的Cono 3313那些是層次感高的 整堆藍鋼螺絲見到 機芯都漂亮,最重要是停產了 現在沒有,Omega沒有這隻機芯 現在全部出8系的三針錶 或者9系的Cono 這隻真的蠻好玩 皮帶接購,折了58,800 不貴,其實也不貴 那你是Speed Second 因為你不可以用普通Cono去理解它 其實你不要看,雖然是Omodel 一樣有很多現在想找新錶的錶迷 這個就是一個年代的產物 反而現在它推出的新的機芯 未來都有,因為轉了 反而這類型的機芯 它又不是很Vintage 它也是進入Coaxial的年代 但是又未到自家 自家In-House 8系、9系的年代 這類機芯其實是玩了十幾年 已經沒有了 其實我想你放長,可能三十年四十年看 可能這些才有那種價值在 因為就是那段時間 前模後模 都不會出到一隻 二十隻Cono都不會出到一隻Speed Second 是的,尤其是你市面上 現在還剛剛新出的 有多少隻Speed Second 沒有什麼 是的,都是以前的定價 是的 應該都是停了很久的 停了 但是以前的定價 都是過十萬,十萬零幾 那個年代也要十萬零七千元定價 那個年代 你不要說現在未加 是的 現在整一隻就不止了 所以說了 你就這樣Cono也要九萬 九萬十萬 也不是 你就這樣Dust Side of the Moon 也要十萬元 是的,好 有興趣來看看 這個有實錶 好,多謝大家 好,多謝大家